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Time Final 让您了解各类故事的频道 今天的主题是 为什么巴菲特不投资高股息公司 以2020年为基准 巴菲特持有的资产约为 682亿美元大约两兆新台币 套一句 那这世代爱说的话 巴菲特就是圈内人里的圈内人 巴菲特的一句话 经常成为大型经济日报的头版新闻 巴菲特是波克夏海瑟威的最大股东 然而波克夏海瑟威却是出了名不配息的公司 实际上波克夏海瑟威也真的完全没有回馈股息给股东 所以人们认为巴菲特是不是真的非常讨厌配息 也不喜欢投资配息股 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总归来说 巴菲特对股息的看法和一般人不同 2008年波克夏海瑟威的股东大会上 发生了一则著名的议事 经由这件事 我们可以看出巴菲特对佩希的看法 当年的股东大会上 一名12岁的孩子向巴菲特提出了问题 您的老师班杰明 格拉汉说他相信佩希 为什么你不相信呢 小小股东很好奇 收购了波克夏海瑟威的巴菲特 为什么至今只发放过一次股息 而且还只有每股时每分 关于这个问题 巴菲特的回复是什么呢 巴菲特说 佩希很重要 我相信佩希 公司如果有获利 而且没有自信能够创造出新的价值 向股东佩希就是正确的决定 但如果创造新价值需要资金 不发放佩希 把这笔钱拿来投资才是对的选择 总而言之 他认为决定佩希与否在于公司能否创造出 还不存在于这世上的新价值 这里还有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波克夏海瑟威没有发放股息 而是把这笔钱拿来再投资 创造出更多的获利机会 股价也从而上涨 特别是他的股价 每年涨幅惊人 股价上涨 为波克夏海瑟威的投资人 带来了股息收益 完全无法比拟的获利 巴菲特过去曾以13亿收购 可口可乐股票 领到了丰厚股息 股息是股票投资时的另一种快乐 巴菲特对股息深信不疑 他说不管是哪家公司 如果没有能力或计划 可以有效运用公司的盈余 那佩希就是正确的选择 不过假如某公司赚了一美元 再把这一美元投资进去 可以创造出1.1到1.2美元的获利 那就不应佩希 而是该再投资 反过来说如果公司在投资时 感觉没办法创造出高于一美元的价值 那就应该忍住不投资 从而发放佩希 人们认为佩希是富加的收入 许多投资人都这么认为 但巴菲特的想法不一样 他相信佩希与否 取决于公司是否能确实创造出价值 常年不佩希的波克夏海瑟薇 他的理论是我们有效地进行资产配置 用1美元创造出高于1美元的价值 股价也因此大幅上涨 回馈给股东更高额的获利 也就是说假如波克夏海瑟薇的股东需要用钱 就可以卖掉手上的持股 实现获利 话说回来1965年被巴菲特收购的波克夏海瑟薇 58年来的累计报酬率 1965到2020年是多少呢 总共是379万% 结果十分惊人 除下来年均报酬率是19.8% 是同时GSP500指数的153倍左右 顺带一提 2023年9月中旬 波克夏海瑟薇KSA的股价竟然高达56万美元 奥马哈的智者说 我们不应该无脑投资高股息公司 而是要考虑资本重新配置的效率 也就是说基于判断 认为配息比在投资合理 从而发放股息的公司才是真正的配息股 反之企图创造新价值而选择在投资的公司 就算没有发放股息 也不代表他就是贪婪 我们必须静静守候结果 相信新的机会与价值会带来成长 这份成绩将以股价上涨的形式被分配给投资人 没有盈余却发放股息也是一种问题 可以创造收益却硬是发放股息 无法决定是否在投资也是个大问题 巴菲特对配息的看法带给我很大的启发 让我重新解释了 我过去认为股息是额外收益的观念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的小伙伴们 记得订阅 追踪以及开启小铃铛 才不会错过精彩的影片 我们下次见